关于长寿这个话题,人们从古至今从未停止过探索与研究,在古代,许多帝王为了追求长生不老,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 然而,他们最终未能实现这一目标,实际上,对于每个人来说,只有保持健康才能真正体验快乐和幸福,才能有效体现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。 然而,如果一个人只是长寿而没有健康,那么即使活得再久,也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。 在这种情况下,他们可能会感到生不如死,那么,我们如何同时拥有健康和长寿呢? 如果你了解年过百岁的杨振宁院士,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和建议。 关于杨振宁院士,杨振宁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,中国科学院院士, 他出生于1922年10月1日,原籍安徽合肥。 他曾在清华大学、芝加哥大学等知名学府学习并开展研究工作, 并在粒子物理学、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 他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,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华人物理学家之一。 除了在物理学领域的卓越成就,杨振宁还积极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, 曾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所名誉院长、教授、中国科学院院士等职务。 他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、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、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、香港科学院荣誉院士、俄罗斯科学院院士。 杨振宁不仅在科学领域有着杰出的表现,他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, 他在2022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。 杨振宁的长寿秘诀、运动、饮水靠边站,真正关键的是这四件事。 众所周知,生命的长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, 然而,生活中的一些简单习惯却可以帮助我们延年益寿。 适当饮水、适度运动以及保持规律而充足的睡眠。 这些习惯都可以为我们打造一个健康的基础, 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,优化全身的血液循环, 减轻身体负担,从而提升身体素质。 然而,杨振宁院士分享的长寿秘诀却与众不同, 他告诉我们,虽然运动和饮水是健康生活的重要元素, 但在此之外,还有四件事才是关键。 第一,家庭关系和睦。 家庭环境、社会环境以及工作环境, 对人体的健康都是非常关键的。 在这三个方面,杨振宁的体验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 他与妻子翁帆非常恩爱, 在生活当中,翁帆特别照顾他, 也大力支持他的事业。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, 杨振宁的身心都能得到慰藉。 如果夫妻关系不合,经常吵架。 这种抑郁的情绪会影响体内气血的流通, 导致气质血淤,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, 这种负面影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, 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,容易生病。 第二,相信科学,正确治疗。 杨振宁院士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。 他在七十多岁时曾经进行过心脏支架手术, 现如今他已经101岁了, 但是仍然保持着健康和活力, 这一切都归功于科学的治疗和正确的治疗。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, 很多人对于心脏支架存在着一定的误解。 他们认为放置心脏支架之后, 人就变得不再健康, 甚至会失去生命, 所以即便他们的心脏出现了严重问题, 也不愿意去做心脏支架。 但是,杨振宁院士却不是这样想的, 他相信科学,相信医生, 不会盲目寻找偏方。 在他看来,只有通过科学的治疗和正确的治疗, 才能够有效地延长寿命。 第三,读书胜过保健品。 虽然保健品在合理摄入的情况下, 有可能对身体产生一定的益处, 但长期依赖保健品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 保健品中确实含有一些化学成分, 这些成分一旦进入身体, 可能会增加肝肾等器官的代谢负担长期下来。 这些额外的负担反而有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。 因此,杨振宁院士主张, 与其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摄入各种保健品, 不如多花时间去阅读, 因为阅读不仅可以增长知识, 还能陶冶心性, 对身心的滋养作用远胜于保健品。 第四,保持好心态。 在75岁那年, 杨振宁院士在位于美国的医疗机构接受了一次心脏支架手术, 虽然那已经是一段遥远的历史, 但现如今, 他的身体状态仍然表现得非常稳定。 这不仅仅是因为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, 更为重要的是杨振宁院士积极向上的心态。 实际上, 人们的心态与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。 杨振宁院士之所以能够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, 一方面是得益于他积极的心态, 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不仅有助于调节内分泌, 还能增强免疫力, 这意味着, 身体可以更有效地抵抗有害物质对身体的损伤, 同时也能够帮助改善某些慢性病症。 以下这四个看似正常, 实则减瘦的行为, 平时要多注意。 一、不良饮食习惯。 饮食对健康非常重要, 不良的饮食习惯如高盐、高油。 高糖的饮食可能导致肥胖、 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疾病。 二、缺乏运动。 缺乏体育锻炼会增加心血管疾病、 肥胖、骨质疏松等疾病的风险。 每天适量的运动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。 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和强度适中的力量训练。 三、烟草使用。 吸烟是导致许多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, 包括心脏病、肺癌和慢性呼吸道疾病。 如果你吸烟, 尽早戒烟可以大大降低健康风险。 如果你是非吸烟者, 尽量避免被动吸烟。 四、缺乏睡眠。 睡眠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。 长期缺乏睡眠会增加心血管疾病、 代谢紊乱和免疫系统问题的风险, 并可能导致精神焦虑和抑郁等问题。 建议成年人每天保持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, 并保持规律的作息习惯。 晨起不是先喝水, 先做这三件事, 多半会长寿。 一、早晨运动。 早晨进行适量的运动有助于提高心晨代谢, 增强心肺功能和提升身体活力。 例如,可以选择晨跑, 晨间瑜伽或者简单的伸展运动来启动身体。 二、吃早餐。 早餐是一天中重要的一餐, 通过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能量, 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。 健康的早餐应包含蛋白质、 穀物、水果和蔬菜等多种食物, 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和高糖食物。 三、冥想或呼吸练习。 早晨进行冥想或者呼吸练习有助于调节情绪、 减压和提升专注力。 这些练习可以帮助平静思绪, 提高内心的平衡和稳定感。 为什么女性比男性寿命长? 根据我国卫健委在2018年的相关数据统计显示, 我国女性的平均寿命大约是77.37岁, 而我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2.38岁, 和女性的平均寿命相比较, 大约差了5岁之多。 这主要是由于女性与男性相比, 虽然天生身体素质不如男性强, 但这也使得女性更加注重保持健康和调养身体。 而男性则往往对自己的身体素质过于自信, 在出现身体症状时也会一拖再拖, 最终有可能影响到寿命。 此外, 女性的生活方式也往往比男性更加健康。 例如, 女性更注重野食健康, 会避免摄入过多的高热量、 高脂肪和高盐的食物。 女性也更容易接受健康检查和定期体检, 能够及时发现和治疗潜在的健康问题。 女性还会更加注重心理健康, 会采取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。